马修梅瑟森于1957年毕业自加州理工学院 他的搭档富兰克林·史达于1956年毕业自罗策斯特大学 曾一起获得拉斯克特殊贡献奖以及迈克阿瑟奖等特殊奖项 大家是否记得这张在国中时期似曾相似的图片呢 当时课本清楚介绍了细胞分裂的顺序 但其中细胞核中的子带DNA又是如何制造的呢 是随机乱挑 上帝的旨意 还是跟飞天小女警一样是由化合物X制造的呢 目前我们已知的方法叫做半保留复制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一条经过解绍酶处理之后的DNA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有A、T、C、G四种不同的剪辑 接着DNA聚合酶会在两条分开的DNA上 各补上一条新的材料 在剪辑A的旁边补上一个新的剪辑T 在剪辑C的旁边补上一个新的剪辑G 这里紫色的箭头代表着制造的方向 有趣的是 在制造的过程中 其中一条会是一气呵成 非常顺利的制造过去 而另外一条则是分段制造 发现这件事情的人名叫钢琪 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钢琪片段 制造完成后 DNA连接媒会将钢琪片段结合成一条完整的材料 最后形成两条新的子带DNA 而这两位科学家则是将附带及子带两条DNA 分别放置于N14及N15两种同位素之中 进而发现这种复制方式 最后附上一张半保留复制的立体模型图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